潘兆林 男32岁云南人云南艺术学院本科作曲与技术理论专业 在座的十位boss 还有图类老师 编导们 摄影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南楚雄的潘兆林 一年七月份我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作曲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一直在云南 然后17年十月份来到的北京 做的最多的就是音乐制作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警力 天呐 你才32呀 已经32了 你有孩子吗 没有 我还当时 哎呀 你长得一副好爸爸的样子 你是这个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对 是的 因为你作曲你要懂得技术理论 专业好恶口啊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所有所有的作曲专业都这样叫 你最近一份工作均率是被开除啊 对 是的 开除其实也是我自己都有点莫名其妙的 那天早上让我们如果是没有交通工具的话 就在家里办公 然后在家里办公到中午的时候就说我在嘛 然后就说让我办离职手续了 到最后也没给我们原因 所以没有原因 对 没有原因 就被开除了 对 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 开点纠正一下 就开除和解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 这个我们不能把解聘就叫开除 开除是犯了事 对 开除必须要有 解聘是和平分手 对 比方说解聘是要有赔偿的 开除理论上如果是有理由 是不需要任何赔偿 所以你是解聘还是开除 解聘 解聘 你可够能黑自己的 自黑 开除两个字显那么大 我是被开除的 很光荣的样子 我最近被开除了 德菲你摸出来 不是 我是觉得还是要实话实说 不能 对 这一点我很欣赏你 接下来我们继续实话实说 好不好 好 你在云南几年 27年 27年 对 为什么要来北京 来北京最主要的原因是 17年的时候打算结婚 没结婚 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将不胜荣幸 找了一个很远的家 他家也很远的女朋友 然后 他家在哪里 河南 河南不远 对 然后他家也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要让我入住他家 要你做上门女婿 对 你不愿意 对 因为我在困民已经发展的 还差不多可以的 然后 家里面 也各种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他家就突然说 要到他家 他们家那边买房之类的 然后最后就没有谈妥 没有谈妥 那你就继续留在云南 怎么跑北京来了呢 来北京是一直的梦想 只是 那你本来结了婚的话 你也不来啊 对 是的 那怎么就不结婚了 你不来了 我是想着趁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就赶紧来了 如果是再找一个就来不了了 所以就来了 这逻辑你看 这很有意思啊 我理解 我理解 这逻辑啊 我觉得比如说我 我也是一个人才来北京的 不然我就不来北京了 对 关键他俩为什么一样 因为他俩同月同日生的 同月同日啊 还童年 都单身 他俩 你们俩在一起呗 所以 主要是 主要是身高差不多 对 你看他俩身高一样 童年童月同日生 今天我看到杨荣老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个子跟我差不多 杨荣有个笑的 这是在夸他吗 杨荣你要不要上去一下 上去一下 他的事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先得了解清楚他 即便要把你交给他 我们也得了解清楚啊 对不对 来北京之后怎么样 来北京之后 还是挺惨的 因为来北京最主要的是 追寻音乐梦想嘛 但是来到北京了以后 这个梦想还是走得挺坎坷的吧 最先是到了一个美术馆 做歌剧 写好了 然后要找人排练的时候 就拖了将近半年 然后我觉得就没戏了 然后我就离开这个美术馆 然后又到了一个 小孩子的这种音乐的培训机构 一个合伙的形式吧 分成的原因吧 就是不是太合适 然后也离开了 然后后来又到了一个 就是英语教育培训机构 那个是做编曲 他给我的职业 不是我想要的这种 职业的规划的形式 所以我又离开了 然后最后一个公司 是被解聘的这个公司了 所以非你莫属是最后一站是吗 也不是 如果今天没找到工作 你回去吗 我还要在北京 还要在北京 因为我除了这些工作以外 我外面接的火还是挺多的 那感情上顺不顺 感情上特别不顺 在北京又来了几段 来了两段 认识了一个我的校友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学唱歌的 歌手 对 怎么了 还是每天晚上都出去 然后回来的挺晚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适合 然后最后两个人吵架 他把我的毕业证学过证 然后身份证全部丢了 这么狠啊 对 全部丢垃圾桶 然后我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我去垃圾桶翻了 没翻到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的感情 还有一套做音乐的软件 拿着走了 我怎么听出了弦外之音呢 你说他回得很晚 对 我也不知道 他说是跟朋友吃饭 然后 他除了我之外吧 还有两个 暧昧不清的男性朋友 然后最后他把你的毕业证 对 身份证 对 都扔了 对 因为那个是我放在 他拿走了你的一套学 什么软件 对 音乐制作的软件 然后还有 感情他也拉了走 其实你这个 你这个创作素材很多 可以写好多歌 什么爱我的 我不爱他 我不爱他 他爱我 是的 我的毕业证 学位证 对不对 是的 他的心情还挺好的 挺乐观的 那你今天来面试个啥呢 面试跟音乐制作有关的 或者是跟 跟教育 教育培训 教育培训可以 教音乐是吗 你那有教音乐的吗 没有 我有教英语的 我们这有教难求的 怎么办 反正这么多年 我就做了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反正爱招不招 我只会唱歌 是吗 没有我不会唱歌 我就只会制作 制作 那你待会儿是怎么 给我们呈现你的作品呢 有个是我做了好多 影视的配乐 然后 影视的配乐 对 对 外交风云有一部分 是他做的 雪色星期五和金舞成针的音乐 是他自己完成的 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一段 带来最近做的 好 听一下 他肯定很有才华 你想想看 对 你看 不是惨 全扔了 他肯定很有才华 这是配的一段 少数民族结婚的场景 哎呀 这个背景音乐 就使我想到了 你跟杨荣两人结婚的时候 不入洞房的时候 那音乐就这样 这是一段描写的一个 一个外族的公主 然后她嫁到了一个国家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猪涛满脚是血 步履蹒跚地在山村当中穿梭 外族的新娘是吧 外族的公主 对 然后这个段是要殉情的 要殉情 然后周围的旁边 升起凝望 就那个听曲曲叫的这意思是吗 这是动画片的配音 他笑起来好可爱 这什么声音 这是一棵老树 要睡觉 老树是吗 我们诗意的栖息在这个大地上 你要多少钱薪资 音乐制作的话 现在在北京 差不多要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对 就这样子的那个潘老师 你看抖音吗 看 那你觉得比如说 对于你作曲的这个年代感 和目前现在年轻人喜欢的 你怎么能去做到一个 统一匹配的呢 因为我也做很多电子的 Google上有其他人唱的 潘老师 其实我看到你讲的的时候 还蛮有清洁感的 因为2009年 你参加过金色彼岸的活动 对吧 对 金色彼岸你拿了一等奖 对不对 对 云南省的一等奖 对 可是你永远不会记得我 我参加过那个比赛 我拿过一个优秀奖 歌曲的 就等于没拿奖嘛 对 等于没拿奖 歌曲的名字 自然叫做温柔道 然后我想跟你讲的是 你唱一下 你唱的什么 什么温柔道 你唱两句 我听一下 你是一把温柔道 只当我和海紧紧拥抱 我后面就不太忘了 算了 算了 还是不认识了 这样 因为你是专门学作曲的嘛 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学个音乐 我可能问的会有专业点 那对和声 曲调 副调 五声音阶 你作曲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会运用到吗 还是哪一项你最强 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什么 刘佳 我觉得 上等 上等 潘老师 你别笑 你觉得他专业吗 我觉得 刘佳拿出 仅有的全部的知识 在体分了 刘佳 我是不是在探讨吗 不是 你还关键推荐 人家今天找工作怎么办 所以我想说 因为我们公司 那一排有 我认识差不多 有七八家 就音乐公司 也经常在招一些 音乐创作的人 就契合马瑞奖的 那些公司都在 盯准抖音的歌 因为他们只要盯住 一首歌火了 就可能这公司一年 就不愁吃了 但的确您创作的音乐 不是很时尚 很多人会做点曲 是歌曲 单曲 可是你能跟电视剧 和电影配乐 这是非常难的 所以你要到那些 音乐公司 他自己挣外活 人家挣的钱不老少 我是想说 其实如果你是在面试 又是对作曲 包括艺术 音乐 那么热爱 您在舞台呈现上 应该再拿一些专业道具 因为我看过一次访谈 他们在访谈 他们每次一个画面出来 然后导演说出一句话 然后汉斯基默就在旁边 刷刷刷的作品 就弹出来了 不是 咱们聊啥 让你们俩推荐 有什么出路没有 你们说啥呢 这是咱们 就是现场舞台上 没有那个导演吗 他现在就缺一个灵魂导演 跟他搭档 你这是要为我们栏目组 招人是吧 一个编剧 一个填词 然后马瑞可以出单曲了 真的没有这样的岗位 没有岗位 有岗位就好了 其实他很可爱 你发现没有 私下我很愿意听一下 你的音乐和作品 好 你们私下聊 好吧 好 来 第一轮选择续火力 不是你失败的 是我们没有岗位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下次不要建议做上门女婿 没关系 只要是真爱 没关系 对 我想如果是现在的话 我会做的 想开了 不是 那时候是我还没想好 台下留一个杨荣的电话 你们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好不好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